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法于阴阳和于素素 养生之道聪中阴防 欢迎来到白燕讲堂青春好气色 我是申平教练 还有我们的义华督导教练 哈喽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 燕明 哈喽燕明 大家好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要借这个节目感恩我的启蒙恩师 玉华教练 玉华督导教练 好 所以 燕明他真的是 在不是很老的时候就开始有脊椎退化 然后导致皱骨神经被挤压 还有这个脊椒症 所以我们让白燕老师为我们讲解 这个脊椎退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法于阴阳和于素素 养生之道 守重预防 老衰老 人老了 你最近变老了 这个老是古今中外 东西方 一直所在追求 人不停的在衰老 实际上人从25岁开始 就不再这个成长 其实就是开始走向这个衰老 当然这个老化学说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内分泌学说 病毒学说 器官病变的这个学说 实际上 道家养生学跟内分泌学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我今天要特别邀请到这个世界有名的这个养生专家 白燕老师 因为白燕老师呢 在全世界所推广的 我要讲清楚哦 白燕老师在全世界所推广就是不要打针 不要靠吃药 不要靠这种外力 养生就是要靠自己 白燕老师呢 他在全世界各地从16岁开始教学 白燕老师在16岁的时候开始在这个加州 美国加州开始教学器工 也去了南美洲 那也去了这个德国欧洲 那么最远到达这个北非 那么也在亚洲各地传授器工 所以我要特别请白燕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老啊有没有办法迟缓 因为我知道白燕老师有很多的这个学员 到了60岁脸上是光亮的 然后脸上没有什么斑点 然后呢精神体力各方面 大概比一般人年轻20岁 白燕老师 请你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来抗老 抗老是太重要的一个学问 现在其实医美这样的发达 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市场的需求 大家都发现岁月不饶人 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那脸上的痕迹出来 怎么办呢 那现在医美就是刚好符合 现在的很多大部分的人需求 这里整一整那里整一整 不过今天要告诉 会比较年轻 但是我想请白燕老师讲 请问有没有到家的方法也能够这个延缓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抗衰老 其实不仅是外表 你所有外在的这些老化的问题 都来自身体的内在 如果我们有办法把身体的内在调整好 外在的这些 这些脸上的 不管是斑点 还是皱纹 还是松弛 还是 暗沉 暗沉等等等等 还有身材的走形 其实完全完全可以靠自然力 就把它改变的 好兴奋 请白燕老师跟我们讲 要怎么样来让自己保持年轻 刚刚主持人讲说 我在推广不吃药不打针 其实我还要跟听众朋友再一次讲清楚 白燕老师绝对不是反对 吃药打针看医生 人生病的时候 这些事情是必然的 必须的这个治疗过程 那我所推广的 是你在病后恢复复原 或者是预防重病发生的 这样一套养生方法 我觉得现代的人 预防肾育治疗 已经是一个大家 可以朗朗上口的一个概念 也都知道预防是非常重要 可是怎么个预防法 要靠什么去预防 可能目前很多人 还局限在吃什么东西的保养的 这个很有限的这些观念 我该吃什么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人体老与不老 差在哪里 最重要的就差在气血循环 所以白燕老师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各位听众朋友 你生病的话要看医生 白燕老师是讲说你如果要养生 白燕老师要教你如何来养生 不是靠着吃 不是靠着保健食品 不是靠着打针 这样 而是我在养生的时候 靠着自己来调节 那要怎么样来抗老呢 刚刚我有特别强调老与不老之间的最大的差别 就是身体的循环 改变衰老 最大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是改善身体的循环 好 那这个循环主要来自哪里呢 主要来自于我们身体的造精 造血 造随 好 这个的这一套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呃 从气功学的角度来看 最重要的集中在这个功能性集中在我们人体的都脉 哦 在都脉 都脉 听起来呢 就是一个很神奇很玄妙的一个地方 以前如果有看过这个小说的武打小说的一定听过任都两脉 任都两脉 打通任都两脉 打通大小周天 就可以怎样又怎样好 其实呢 这个绝对不是只是书上 当然我们武侠小说是把这个功能性夸大了 但是其实从气功学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 人体的都脉是身体最重要的造精造血造随的最重要的这个部位 那都脉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人体的脊椎骨 在脊椎里面 对 在脊椎里面 他是从哪里开始呢 是从我们这个肚子里面 就是丹田 沿着我们的这个尾巴骨 就是尾铝这个地方 一路沿着脊髓的内部 一路向上 过了我们的头 一直到头顶 这一条线 然后再往下 一直到鼻子的 下方这边 鼻子下方这边 这一条线在中医的这个和气功的学说里面 它就称为人体的都脉 那么这个都脉到底有什么最重要的作用呢 这个都脉是调节内分泌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哇 所以都脉跟我们的这个脊椎 白云老师 以前人家像比如说闽南话 讲这个脊椎叫龙骨 对 因为这个里面是有一条很重要的都脉在里面 它之所以叫龙骨有几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这个龙就是至高无上 那我们把这一条身体最重要的脊椎 把它形容在身体里面所有的骨骨关节里面 它是最至高无上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那么第二这个龙骨呢 是形容它的灵活度 对 该弯就能弯 望左望右 望前望后 而且它的生理弯曲 而且它的这个非常灵活 而且它中间之间的那个关节之间的这个space 好这个间隔都要非常的正常 这个这个是形容龙骨主要是由这个而来 那么其实大部分人我看过我的学生来跟我学工 呃因为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疾病 但是八成以上的人绝对它的脊椎是有问题的 哇白云老师我听你这么一讲 好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 既然这个都脉这么重要可以调节我们的内分泌 它又在我们的脊椎里面 白云老师如果这个人他有外伤 比如说撞到撞到腰 那或者说这个人办公室一天坐八个小时 一坐坐了十年二十年 然后脊椎侧弯 那是不是它的都脉的运行就受影响 主持人刚好讲到最重要的关键点 其实只要你曾经受过伤 这个伤不一定是重伤 啊不一定是你骑摩托车床被人家撞了 错误的习惯也会造成 呃我们曾经追溯过很多人即使是小的时候 溜滑梯然后摔到尾巴骨 对或者是小的时候这样子不小心啊 这个摔到腰或者是有的人搬重物 不小心扭伤了腰或者是有人这个穿高跟鞋走路 不小心扭伤了脚等等等等 这些还有人就是盯着荧幕 那个脖子一直向前的这种状态等等等等 这些其实呢都会受伤 我们的脊椎受伤也伤到肚脉 一旦伤到脊椎任何的一个一解 你的肚脉就受伤了 那肚脉的气血循环就完全可能被阻断 哇难怪有很多人说我当年的时候受伤还好 那么至迟就是说自己很年轻 可是到了中年所有的问题全部出来 我遇到的所有的学员都能追溯 那可能有的人是忘记了 可是我们在练功的过程之中 会让他的记忆力恢复 恢复什么呢 他会追溯他以前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让他的腰和让他的脊椎 或让他的颈椎 让他的尾椎曾经受过伤 这个伤害就像刻进去的痕迹 不是说你那个地方不疼了 不痛了他就好了 他永远会在那边留下一个气血不循环 与淤堵的这么一个状态 唯独唯有靠在练功的时候 让这里上冲下洗 进行一个大的调节 那个气淤和气抖的问题 才会完全改善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太多人都不知道 而忽略了 那你就会变成很茫然的去看 非常多科的医生 像内分泌失调 跟我们这个身体的很多的 包括肝胆 包括胰脏 包括心脏 包括肠胃 都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多有人 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人 有这个肝胆疾病的人 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都会去茫然去看非常多的科系 当然你看面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呢 如果从保养的角度来 来讲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忽略了 你保养脊椎骨 这一个环节 请问白云老师 刚才您讲完了这些 就是说我平常养生的时候 我可以练习气功 那为什么这个回春功 因为顾名思义从这个字面上这个功法就是青春洋溢 然后保持这种健康的这个状态 为什么他对这个抗脑有这么大的功效 我们在这个告诉大家回春功的好处的时候 都有一个口诀 就是自我调节内分泌 你就可以延长青春期二十年 很多人认为说老师您这太夸张了 能延长二十年有可能吗 不过在我教功这么多年 而且我看过我的师傅教功这么多年的这个 所有的实际的案例和案这个例证下下面发现 这个绝对百分之百是可能性非常高的 而且呢我的学生都做得到 像我非常多的学员 只要他持续练功五年六年 你一定会看到他年轻五岁六岁 所以我们就说练功一年就回春一年 所以多划算 你如果练一年你就少一岁 我觉得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投投资对自己来讲 是生命中最划算的一件事 白老师 这个老化还有个现象就是会长老人班 就是开始会有这些班点 那么当然现在医学已经证实 其实跟我们人体的这个排毒功能跟肝功能 都是有关联 因为随着老化 可是有很多人练习了回春工之后 他明显这个班会慢慢的变淡 然后呢就觉得这个皮肤会开始有丰满的这个感觉 不会这个脸一直垂下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功效 道家的这个老化学说呢 就是把人体的这个老化的症状分成三大类 一个叫做干干燥的干 第二个是冷冰冷的冷 第三个是硬僵硬的硬 那我们先从这个干来讲起吧 就是干燥的干 一个是外在的 一个是内在的 外在的干燥 皮肤的干燥 现在这个保养品只要说能保湿 大家就疯狂 然后要说这个 你只要一干燥就容易产生皱纹 所以现在只要一除皱 大家也疯狂 这个皮肤的干燥 其实是皮肤干燥了 真的是皮肤干燥了 然后包括头发的干燥 对 包括外在的还有眼睛的干燥 眼睛干燥 还有嘴巴的干燥 很多人口干 口干 舌燥 而且你会发觉很多人的指甲 然后包括他的嘴唇 都非常容易干裂 其实这是外在的干燥 当然还有很多是内在看不见的干燥 比如说大肠的干燥 你的排便就一定会有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女生的这个阴道 的分泌不足 分泌物不足 所以阴道的干涩 这是内在很多内在的干燥 那么包括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所有的这个阴虚的这些症状都会出来 就身体里面这些润滑的这个这个包括帮助我们流畅度好的这些我们身体精华的这些体液都会慢慢变少 你就会觉得你整个人疲倦 这个睡眠品质不好 然后腰酸被痛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骨关节的这些润滑液的分泌都不足 那骨关节就非常容易磨损 膝盖就容易有退化性干关节炎的问题就会出来 哇白云老师你现在所讲的这一些的症状都是老化的现象 可是现在会发现人会提前老化好像你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很多人在三十岁三十五岁就开始出现 所以这个老不是说七十岁叫老 还是说他有的这些症状就说提前老化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你要特别知道这个人体的老化绝对从二十五岁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看得见还是看不见他已经开始了 那么因为现代人其实提前老化的比以前的人更严重我们是外在看起来好像还年轻的是因为我们会用化妆术会会打扮 然后可能去打一些玻尿酸啊这个把一些外在的维持住 其实我的这个自己几十年的这些调查显现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体状况绝对不如上一代人 我们的慢性病多发性疾病疑难杂症甚至恶性肿瘤的疾病远超越上一代人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悲哀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要提早去预防衰老这件事情 忘记了保健养生是多么重要我们在每一天的工作忙碌压力下面耗损了很多生命 而且呢我们都把这个寄予这个可以靠吃一些保健品或者是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把这个衰老的脚步延缓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是没有没有用的 白燕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子问你就是说听您今天所讲这个老话 你真正要让大家不是八十岁了才来练气功 而是他在二十岁就能够练气功吗 有人问过我练气功最好的年龄是几岁 我是说如果你是三十岁到五十岁你就是适合来练我白燕气功的最好的组群 所以三十到五十很有道理耶 因为我想一想他并没有真正的疾病 然后开始老化也不是说完全的肝冷硬了 所以这个时候练功是不是反应效果最快 我的功法的最大的效果是延缓衰老 所以其实很多人认为练气功是要这个不治之症 最后这个癌症末期然后你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效 最后好吧死马当活马医去练气功吧 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 如果你是已经是绝症的 你也不适合来练我的功法 我的功法最适合的就是三十岁到五十岁 开始出现明显老化的这些症状 但是呢你的身体机能都还不错 你靠练气功可以立刻把你的衰老脚步给圆缓了 而且可以让你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你的精力 你的体力就是完全明显的一个大的改变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个肝的问题 眼睛干涩了皮肤干涩了 练功差不多三个月之后 你会非常明显的看到你的皮肤是带水的 是呆呆的 是轻盈的 是这个透的 透彻的 是好像那个广告在那个模特儿 所讲的就是 在拍的那种感觉 就会在你的皮肤上 而且你会发现你的斑是慢慢淡掉的 你的皮肤的开始紧实的 好这个肝的问题就马上改善了 那么很多人练功之后会发现 本来有退化性肝关节炎 它的关节磨损的这么厉害 吃这个也没笑 吃那个也没笑 很多人决定 老师我是不是要去换人工关节 我说你先等一等 你来练练功试试看 结果他发现他练功之后 这些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 改善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他不再干了 他的肌 他的这个身体的 这些体液的分泌变得更正常 包括他的脊椎的 这个骨关节的这些润滑的 这些分泌变得正常之后 其实他的很多那些 磨损的疼痛的问题都改善了 哇所以白老师 最需要的就是保持让自己身体 这个不老化的这个状态 所以刚才白老师讲了 如果30到50岁这之间 已经开始觉得 跟以前开始比起来 体力比较变差 然后呢 晚上想睡的时候 以前年轻的时候是想睡就能够睡 然后现在开始会有睡眠的这个障碍 然后呢 身体的体液 你会发现开始干了 所以很多会觉得 也口干舌燥 眼睛开始干了 然后皮肤干了 其实这个就是老化的这个开始 那么透过练习 白咽气功会有很明显的进步 因为呢 可以自我调节内分泌 也可以延长 这个青春期20年 我想要请白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 现在好像很多在都市里面 而且上班族有提前衰老 那是不是跟他的生活习惯 跟他的压力 还有跟他每天坐着 然后只动大脑 盯着电脑 身体其他不会几乎不再动 请问这个跟衰老 会不会有直接的关系跟影响 当然有关系 其实我们从内分泌学说的这个角度来看 身体的衰老 就是我们这个内分泌开始失调的 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内分泌腺体 都包括比如说这个下氏丘了 这个脑下垂体了 松果体了 还有包括我们的甲状腺呢 副甲状腺呢 胸腺呢 肾上腺呢 胰脏啊 卵巢和膏丸等等 那其实这都跟我们的脊椎是有关系 我们的脊椎最需要的 不仅是这种坐姿 而是需要前后左右的一个灵活的摆动 我相信他一天 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个 这些这些的动作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他这个平常的这个压力和紧张 其实对他的这个内分泌线 这内分泌也会造成失调 那么最重要的是 如果人一旦开始有 睡眠品质不好的问题 这就会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开始 那我们其实现代人 包括我的学员 来上我的课啊 我都会做一个 他的基本的生活状况的一个小的问卷 我会发现 台北就是 或者是我们都市人的平均的入睡时间 竟然是晚于十一点半 哎 这是很严重耶 甚至有十二点一点大有人在 我说平均呢 平均 就是说可能年纪大的人他会比较早点睡 可是年轻人他会甚至到一点两点 那平均下来 我们这个比如说一个班的学员做一个调查 竟然大家的入睡时间是晚于十一点半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只是用口头教育说 啊 你一定要早点睡 啊 这个晚睡对身体不好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左耳头进去 右耳头出来 那么关键是我一定要帮他在练功的时候 去帮他把这个生理时钟给调过来 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生理时钟失调的问题 也是内分泌失调的一种症状 那怎么样把他这个生理时钟调过来呢 我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放松他的脊椎 其实这个现在很多医学上面的一些调查也显现 如果你的腰酸被痛 你一定睡不好 其实是因为脊椎如果是错位 一定严重的影响你的睡眠品质 所以我们很多的学员都是在睡觉之前 练完气功之后 才躺在床上睡觉 他会发觉 哎 奇怪 怎么跟催了棉一样 一躺在床上就能马上入睡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把他的脊椎放松了 所以他才能够入睡 这个躺下去能够很快五分钟之内睡觉 真的是人生的享受 白眼老师很多人是张着眼睛 闭着眼睛是睡不着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给大家提供几个 你可以检查自我检查一下 你的内分泌是不是有 已经开始有失调的问题 对能怎么样检查 比如说你的颈部或背部 或者是这个你的关节在活动的时候 会发出kiricara的声音 对关节的声音 比如说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在那个 在车上的时候 他会动他的脖子 kiricara 他会觉得很爽的感觉 其实你如果已经有这种kiricara声音发出来 通常都是我们的这个脊椎的关节 或肌肉或者韧带已经出现了损伤 那你的内分泌可能已经失调了 好 那第二个如果你平常的生活方式 你的身体不会有太多这个大的扭转的动作 比如向左向右向前向后 或者是你的这个运动的肌肉运动的范围非常小的话 表示你慢慢慢慢你的脊椎关节 或者你的身体这些筋骨关节一定会退化 而且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磨损的现象 或者是错位的现象 那这也会造成你内分泌应该已经失调了 所以不是只有两只手动一动 白昀老师现在说讲的是我们的脊椎 可不可以很轻松的左右的摆动 有扭转的动作 现在很少人有做这些动作 对啊 所以为什么练气功这么重要 因为至少你每天可以拿出十分钟 做完这些动作 只要你一天做完一次这样的动作 你的身体就会有一个自我调节的能力 你就已经这个一天就可以安然的去上班 去工作 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其实这十分钟是换来你八个小时 良好的工作的品质 白昀老师很多人因为他的脊椎已经僵硬了 然后循环变差 好像注意力也不能集中 对所以这个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三条 如果你平常发觉你的这个精神不是很好 而且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 而且你晚上会有这个失眠的问题 而且你会发觉你的眼睛或者你的视力开始模糊 你会发觉你经常有这个忘事情的问题 会有一点点恍惚 也表示你开始有内分泌失调的问题了 哇 白昀老师刚才所讲的听众朋友 你要再仔细听 那白昀老师跟这个女生穿高跟鞋会不会影响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穿高跟鞋 因为看起来好像体型比较好看 可是这个对这个身体健康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如果我们基本上练气功的人 都会建议穿比较适度高度的有一点点跟的这种鞋子 可是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你平常穿什么 最重要的是你花那十分钟去做保养 其实保养太重要了 就像我们车子还是要开的 你不能说就是我为了保养车子 所有车子都不开 其实不开它也会容易坏 那么最重要的是你该怎么开就怎么开 那你要定期回厂去做保养 所以这个保养非常重要 那么还有一个很典型的指标 不过你是容易感冒 而且你的感冒的时间是比较比较长 你的感冒比较难恢复 其实呢已经是有自律神经 这个内分泌失调的问题 然后他有说到容易累 很容易疲倦 非常容易疲倦 真的是非常容易疲倦 而且如果你最近莫名其妙就高血压 就心跳加快 或者是你突然之间有这个胃病发作 那你不要认为你只是胃病 或者是血压的问题 也可能跟你的脊椎有关系 也可能跟你的内分泌就开始有关系了 哇白老师透过这样子 我们对这个常常听到 以前只有在武侠小说里面会提到的 这个认都良脉 实际上是存在的 那我再为大家呢 做一下今天白老师跟我们讲 非常重要 跟抗老有关系的 就是决定在我们的督脉 跟我们的这个脊椎 刚才白老师有讲 督脉以道家养生的这个理论 它是可以调节跟控制我们的内分泌 那么督脉就在人体的脊椎里面 那如果你现在常常感觉到 我会背痛 会腰痛 会甚至腰扭伤 或者是闪到腰 甚至你在年轻小孩子的时候 曾经这个受过伤撞到 实际上你已经伤到了你的脊椎 如果再加上 你现在已经有脊椎错位 或者脊椎的这个侧弯 那你肯定就会影响到督脉 那么影响到督脉 就会再进一步的影响到内分泌 所以呢会有很多的疑难杂症 在这个道家养生里面 跟中医里面 有一句话说 要不入齐精八脉 因为这个督脉 就是属于齐精八脉的 其中一条很重要的脉 所以有很多的这些疑难杂症 其实你可以透过练习气功 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透过调理自己的这个脊椎 那白艳老师所提倡的 这个白艳气功呢 最重要是不入境 不打坐 那教大家如何运用自己的气血 来达到气型 则血型 气血型 则白病除 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白艳老师 谢谢大家 好 回来了 这个脊椎退化 其实是每个人都很难避免的 我们请燕明来聊一聊好不好 他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个案 我们都知道 其实学气功 我们一向都希望大家是可以跟着我们 可以站 可以自由的这个活动 但是燕明很特别 他是坐着来学功 然后到现在可以自由行动 所以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当时来学功前的状况好不好 好 我是燕明 我其实是在医院里面认识我的贵人 树云师姐的 因为我就一再无意中看到他 60多岁的人还可以整个人弯腰下去捡一样东西 我就觉得 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他到底是做了什么运动 后来我就把他拉到身边 小小声的问他 他就是这样就跟我分享了白燕气功 然后他就问我一句话 医生说了什么 我说医生说要开刀 他说那你怎么办 我说我绝对不会听医生的话的 我说你可不可以介绍我 能不能让我知道 怎么去学这个白燕气功 你这位贵人是在医院认识的 是 他是睡在你隔壁床的那位妈还是谁 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在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 OK 你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医院呢 我当时是因为我的脚痛到受不了了 要死掉了 我脊椎骨也是痛到 痛到我真的站不起来 我那时候真的 我想我不然我去死掉 我真的受不了那种痛 后来我儿子看到我家 他说妈妈到医院去吧 去打一针吧 我说不要 我死我都不会打针的 我也不会让医生动刀的 我跟他讲我不要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 他说我不行 我不可以失去妈妈 他就直接把我载到医院去 那就是上天的安排 上天的安排 让我认识数研 严明你为什么 因为过去曾经有些经验 让你这么排斥医疗吗 我从小我就对西医的信任度是零 为什么呢 其实不会的 其实很多的现在医疗真的很进步的 我自己教过很多的医生 然后也接触过很多的医疗从护人员 你根据我的了解 其实现在的医疗是很进步的 他们真的是很用心的 可能是过去 你有一些不好的经验 然后让你产生了一些阴影 所以你非常抗拒去接受治疗 那但是你后来还是在儿子的这个 这个爱心强迫之下 你也去到了医院了 那显然你不是一个好病人 你不愿乖乖配合医生 这样的病人对医生来说也很头痛 我跟医生争论了很久 后来我跟他说 你让我出院吧 我说你既然不能够医好我 你就让我出院吧 你不要叫我开刀 你也不要叫我吃你的止痛药 我说我的肚骨神经痛了十多年 我一颗药都没吃 等于是你腿的疼痛 肚骨神经痛已经痛了十多年 到最后大发作的时候 是痛到让你生不如死 那你既然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都不愿意去求助药物 或者是求助医生 你也真的是一个奇葩 你的忍耐度实在是非常忍 很高的意志力 很高的意志力真的 因为当时我是觉得 我在我身体强壮的时候 我是能跑能跳 能追 能碰的人 突然间就坐在轮椅上面不能动了 什么任何事情都要家里人帮忙 我真的没有了求生意志 我真的去想死 真的 后来就因为 就因为 书云师姐把我介绍了 帮我介绍了百岩签工 我就赶紧报名 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玉华教练永远都是我的启蒙恩师呢 就是我们 我是在Zoom上面学习的 然后教练 您既然看到了我的不舒服 就把我叫上来说 你坐下来探长吧 那起初我就觉得 坐下来探长的话 有功效吗 可是我还是听了您的话 还好你听话 因为我在练功的第一第二天 我儿子是在我前后旁边 都放了很多垫子 他怕我跌倒 然后我也把轮椅给藏起来 因为我怕你看到 这是用情良苦 教练是不知道我做轮椅的 所以你当时是被我强制 是需要坐下来休息的 需要坐下来练习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叶明当时是有多么的强烈 想要好好的学这个功法 虽然是腿痛腰痛 然后还是强忍着 然后把所有的一切安全措施做好 然后是用意志力撑着在学功 这样的精神实在是让我们非常敬佩 那你在练功的过程当中 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你的变化是什么 我练了第一天的合期 我就感觉到我身体是温温的 不再有那么冰冷 然后就我的寻死的念头打消了 因为身体没有不痛了对不对 所以对生命有希望了 第一天我就告诉自己 你应该是不用去死了 那我就跟身体沟通 我就告诉我的身体 对不起我先跟你道个歉 因为一直用了你这么这么多年 都没有好好的回馈你 我说不然这样吧 我们来做个条件的交换 我把你照顾好 你也给我这个机会 就这样子我就 因为练合器 其实对我来讲 开始是不容易的 我动一下都会很痛的 那我儿子就讲 妈妈你每天早上练一次就好了 我说我就随口答应 其实我一天我练了五次 我练了五次 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我自己负责 那儿子看着你的这个转变 他的心情是如何 他突然间有一个早上 他拍拍我的肩膀 他跟我讲 妈妈 我看我可以省下一大笔医药费了吧 二次好幽默 其实我听起来 你这个儿子非常孝顺 很贴心 他会 他能够 虽然你已经痛了十多年了 他仍然能够 能够去体谅你的疼痛 也会去联系你的这个疼痛 我觉得儿子非常的体贴 非常贴心 你知道其实 确实是很多人 就是不管是夫妻也好 或家人也好 其实生病久了 家里的人大部分都麻木 都麻木没感觉了 我们曾经有过一位这个 呃 槟城的一位学生 他就也跟我们分享 他说呢 他也是就是每天就是莫名的痛 好多好多的痛 他都已经痛到 每天必定要到大医院去挂号 所以呢 医生就 医院都给他一张特别的VIP卡 他甚至不用挂号 可以直接去找医生的 然后他说呢 他每天起来就是这里痛 那里不舒服 他说他他每次在念的时候 儿子还有家人在旁边 都已经麻木了 都没有任何感觉 然后直到后来是看到他的朋友 练功以后 很好介绍他来学功 之后呢 他的身体不再痛了 然后有天吃早餐的时候 过了一段时间 儿子突然发现 妈妈 你最近很奇怪 他说怎么奇怪了 他说 以前呢 你一边吃早餐 都一定是在 哀哀叫 啊啊 这里痛啊 那里不舒服 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你在喊痛了 所以你的儿子 我相信你说你痛了十多年 相信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 会反应嘛 但是你儿子都还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一份疼痛 想关心你 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是非常贴心的 是 后来他听到 听到我在上课 跟老师的一个回春的说明会 他就赶紧从房间里面走出来 他跟我讲 妈妈 你这个上课的费用我还吧 儿子超棒 儿子超棒 好棒 好棒 真的 我们好多好多的妈妈来学工 其实都是儿子鼓励来的 儿子鼓励的 因为发现到说 看着妈妈痛 看着爸爸痛 其实是痛在娘身 痛在儿心 痛在女儿心 所以这一份孝心 其实也是感动天 都会有很好的这个结果出来的 那你现在在练功的时候 你是练了多久以后 你的这个腿才比较有力 可以自由行走呢 我是在10月的时候 9月的时候念回春 那就10月11月 就是在学习回春的初和中的课程 然后一学完 我很开心 在2023年1月 我就把轮椅给送给别人了 选出去了 然后就在就用着那个拐杖 因为还是怕跌倒 就用拐杖走着走着 然后在4月4月的第一个星期 树云师姐就说来我们去团练 我说不要 我说等一下跌倒 他说不会的我牵住你 没事的 他说那边有很多师兄姐 可以看着你的 你不用担心 那从去年的4月开始 我就有团练 我就跟着他一起去 他就特地 他住离我家不远 不过他还是特地的来 把我载到练功场去 好棒 祝云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他的这个爱心 因为没有他的这一份爱心 这一份的 他的这一份愿意付出 你可能或许在练功的过程中 你也许会感到孤单 然后没有办 然后有时候要挫折 你就会找借口 就会不想再去持续了 苏云好棒哦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苏云太棒了 他不光是跟你分享介绍你而已 而且他真的是很用心的去陪伴你 对 陪伴你 一路上就一直带着我 你很幸福耶 儿子这么孝顺体贴 然后又有这个贵人 苏云这么的棒 陪伴你 你来学功 你学到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功法 那你上一次 因为上一次我们在课室的时候 我看到的燕明 他是没有用任何拐杖走路 然后呢 他这个特别准备了一束花 在来课室送我的时候 其实说实在的 我一开始我还是没有还没有意想 还没有意会到说原来你之前 刚刚学功的时候是这么的辛苦啊 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我感动的是你能够自己走路 自由走路 然后送花给我 哇这束花真的是超美 是我收过最美的花之一了 真的是太棒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 其实燕明他有跟我说过 他说曾经有一阵子辛苦的时候 他整年一年里面都没有出门 对对 因为他怕跌倒 是吗 然后也是走不远 所以那个时候 站起来四分钟后我就要坐下来 四分钟后再来我就要躺下来 我根本就是那种心境 就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的那一种 那一种处境 所以才造成我不想活了 然后我在跟燕明谈的时候 我说我可以明白是蛮痛 可是他说他痛到 他痛到那个程度 比如说有人放一千块钱在他面前 他都不要 对 我跟教练分享 我说既然一千块钱还是小事 如果我是中了新加坡大财 两三百万的话 我都没有心情去拿 都没有心情去领奖 我可以理解 其实很多人 很多人对钱财非常重视 可是我真的能够 我也能够体会到那种 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对未来没有期望的时候 钱绝对绝对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这个 你想想看 好像燕明这样的情况 不能站 不能坐 不能躺 然后 你会想到未来的生命 到底还还很漫长的 这个岁月到底该怎么过 那种心理的恐慌 不是说给你躺在前山上 你就能够解决你这些病痛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病痛面前 不论是贫穷或者是富贵 都是没有办法 都是一律都是平等的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有提前去做预防 去做准备的话 我们是可以减少这样的机会 或者是说 我们因为不小心走入到病痛 生病这条路了 我们可以很快的能够及早回头 能够康复 可是有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甚至也找不到方法 所以呢 我们其实在做这个podcast的时候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让更多人 能够听见我们的故事 然后这个给大家多一点的信心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 现在正面临有很多这个 这个难关 这个病 这个身体的疼痛的这些难关 也许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用考虑其实是非常的含蓄 我们真的非常希望 你应该要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机会 也许就像燕鸣这样子 本来从也许一辈子得要坐轮椅 然后呢 每天忍受的这个疼痛 到现在 我觉得自从他能够自由行走 他的心情开朗以后 我觉得他整个人也变得更年轻 更漂亮 对不对 从你看像今天看他 跟这个 上这个不久前 几个月前 他到客室来 你看他整个人 完全又不一样了 你现在整个人 真的是非常的年轻 对对对 是真的是很漂亮 一方笑脸 我有收拾到他的照片 前几天我跟他要了一张照片 你看一下 前后的对比 好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你看 哇塞 哇差真的多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 在2021年的时候 你看叶明的眼神明显是有带杀气的 我所谓的这个杀气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内心里头有非常多的 很多的埋怨 所以你可以从他的眼神当中可以感觉出来 他是充满着 不开心不快乐 这样的一个眼神 然后你看他现在 你看他现在 比如说2024年的照片 还有他现在本人的这个直播的照的这个影像 你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神是很温柔的 好那个眼神温柔的状态 还有脸的那个你知道那个面部的那个你看他的整个脸部的面向都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明显感觉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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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整个人就是有点 非常非常幸福 非常快乐 哇好开心 哇这两张照片差太多了吧 差太多 而且真的是暗的 之前是很暗的 对 然后我还有一张照片 以后教练你也就在里面的 好 你看这是几个月前 几个月前 哇你看看 你看跟现在的这个直播对比起来 又有差别 对不对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才刚刚开始 可以非常自由行走了 那叶明是一步一步这样子走 可是你看他那个时候 他的脸轮廓这个地方 还稍微可以看得出来 有稍微微有点有点肿 对不对 微微一点 因为毕竟才学功没多久 可是你看才经过几个月而已 我们今天看他 你看他的这个脸 这个轮廓都非常的明显 哇 V了 你现在真的是脱胎换骨了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能够持续这么健康快乐下去 也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希望 同时呢 也许你 我们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不要对这个西医 不要对西医西方医疗 太多的这个偏见 OK 毕竟其实还是 他们还是很用心很专业的 那么我想 不论如何呢 不管你是选择西医还是中医 如果能够有一个白燕气功作为媒介 那就太棒了 对不对 然后看到我练功之后现在的情况 有好几位朋友都跟我讲 为什么你学气功要还钱 我就只有一句话 不要问那么多 我只爱我自己 我爱我自己我就要付出 我就要回馈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跟我一样来爱自己 我也希望能够在现场听到的每一位朋友 要爱自己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不要学了功不练功 学了功要天天的练功 谢谢 最后你用短短几句话跟儿子讲话好吗 讲出你的心里的感受 要跟儿子说什么 你想要跟儿子说什么 你没发现他的眼眶里头已经含泪了吗 要给他顺一下 我要跟我儿子讲 谢谢你们三个都这么爱妈妈 因为小儿子帮我付了回村的学费 大的师父了 大儿子师父了 那个大院工 然后因为我在陪我的那个好朋友学和气 就是站一回教练你来的时候 然后我有问过 我有问过说 因为我的骨头里面寒气很重 那你有建议我说 如果是有老师有开班高级功法 叫我就不要浪费 要赶紧学上 然后会更好 真的不要错过 那他们三个都帮我付费 好孝顺 你好幸福 就算是为了这三个可爱的宝贝 你也得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 唯有你健康 他们三个才会开心快乐 才会无忧无虑 才能够有一个靠山 所以每一个父母都一样 我们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让孩子不用替我们担心 然后减少把这个钱呢 花在医疗费用上面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金钱 可以全家共享这个天伦之乐 非常感谢叶明 祝福叶明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白艳气功的话 请你千万不要害羞 请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用最大的诚意来服务你 对 如果你不确定 是不适合你的话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有这个体验会 你可以上一个体验会 然后尝试一下 看你会喜欢吗 好吗 No obligations 好 今天我们的Podcast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叶明 谢谢华教练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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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